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言归正传 我们目前讨论的主题是灵魂体的功用 在上一讲 我们看过了灵魂体的主要功用了 灵是我们内在的部分 它的功用是敬拜神 与神相交和接受神的启示 魂呢 是我们性格的部分 主要的功用是意志 感情和理解 这些功能必须要由圣灵来管制 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的 我们必须要学会管制我们的身体 使它成为能够发挥灵和魂意志的合适的器皿 而我们的身体呢 这是圣灵的电了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谈灵和魂之间的区别 圣经另外有三处地方记载了属灵与属血气的比较 这些比较都是属于反面的意义的 意思就是说 被血气所控制在某些程度上来说是错误的 这表示我们在发挥魂的功能不是在圣灵的管制底下了 换句话说 神管理信徒的方式是由上至下的 当圣灵与信徒的灵联合的时候 他就管理或者操纵信徒的灵 但是圣经说了 有另外一种操纵不是从上头来的 这种操纵是来自其他的影响力的 可以影响信徒的 这些影响被称为是属魂的影响 圣经形容说是恶的影响 第一段这里的经文是犹大叔的十八到十九节 经文这样说 他们曾对你们说过 漠视必有好击窍的人 随从自己不敬前的私欲而行 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 属乎血气 没有圣灵的人 你立刻就会看出很明显的对比了吧 那些好击窍人的 随从自己不敬前的私欲 并不是随从属灵的愿望 他们计较什么呢 计较宗教或者利用宗教做自己的事情 他们随自己不敬前的私欲去行事 其隐秘的动机是什么呢 那就是私欲 他们引起信徒之间分裂 我们要强调属血气的首先的一个记号就是排外 这样就会引起分裂或是结党来 但有人对着说 哎呀 只有他才是对的 其他所有的人呢 都是错误的 这个时候你要格外小心了 说这样话的人必然是错的 这正是自欺欺人的一个记号了 好了 另外一段经文呢 是在雅各书的第三章十四到十五节 经文说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读的嫉妒和纷争 就不可自夸 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 那是属地的 属情欲的 属鬼魔的 错谬的智慧不是从天上来的 而是来自狡猾 斜屁的途径 你有没有注意到呢 这里的下坡路的一种倾向 那这样的人先是进入属地的 然后就越来越往下了 进入属情欲的 最后进入属魔鬼的境界 我已经比较了 属灵和属血气的性质不同了 那只有在复活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得到 从最终最后的释放 在此之前呢 我们内部有两种性情 一种是旧的 没有更新和败坏的性情 这个性情不能够结好的果子来 另外呢 我们有新的 存真的和圣洁的性情 这个性情不能结坏果子 当我们重生的时候 新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得以形成了 那虽然那旧的性情 已经被判处了死刑 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的 从中得到解脱呀 直到我们的肉身死亡 再复活为止 因此我们要选择 受哪一个性情控制了 你是受从上头而来的 圣灵的控制呢 还是再度的受那旧的性情操纵你呢 这就要借着读圣经 遵从神的话语 祷告 保持与主的联合 这样就可以因此 养育属灵的性情了 但是如果你回到 以前的老的犯罪的习惯 那么你就会 作茧自负 养育旧的性情 十字架的得胜 是叫我们不再受罪的挟制了 从罪的控制当中解脱出来 你应该要学会 保守自己的自由了 也就是说 要学会保守自己 不犯罪的自由 好 我们再回到雅各书来看看 特别看第三章八到十八节 这段经文是 从上而来的真智慧 和这个世界的 欺骗人的假冒智慧 做比较的 我得强调的就是 他既然是假冒智慧 就会以假乱真 假装的很有技巧 很微妙 使他看上去 好像真的一样 但却是完全错误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原因 因为每一个基督徒 生命当中 都或早或迟 有必要要分辨 真假智慧 好 我们来看雅各书的三章八到九节 经文这样说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 是不止息的恶物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我们用舌头送在那为主为父的 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 那我们留意了啊 这个地方的我们这个词 雅各写信的对象 是谁呢 雅各写信的对象是基督徒啊 并不是指那些非信徒啊 而经文当中的咒诅 也并不一定指那些 说的什么脏话 而是指 说那些恶毒的 轻视人的 骂人的话 这就已经是咒诅了 这里说 在教会当中像天使那样祷告的人 竟然可以在教会以外 变成批评人 恶意伤害人的人了 那也许我们会难以相信呢 和接受这样的事实 但这并不是稀奇的事 不少在基督化家庭当中长大的青少年 他们不愿意进教会的原因之一 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听见自己的父母 对教会里头的事情的批评太多了 对其他的信徒也毫不留情的指责 有些甚至是在教会当中 积极操练属灵恩赐的人 他们的教会内 可以说很多很多属灵的话 甚至有很多的恩赐 但是 出了教会 他们就批评牧者 批评传道人 批评其他信徒 这就是咒诅的意思了 好 然后我们来看看雅各书的三章十节了 经文说 宋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当的 留意了 雅各的这番话是对信徒说的 因为他称他们为我的弟兄们 然后 雅各给了我们 两幅图画 一幅是 结满了果实的树 而另外一幅 是源源不断涌出的泉水 他说 树的好坏是从果实能够看得出来的 而泉源是由流出来的水来决定的 雅各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说 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我的弟兄们 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 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 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你看啊 雅各就是这样的 把两幅图画结合起来指出人的舌头所犯的问题了 有时候他会讲好话呀 尊重基督的 合乎圣经的话呀 但是有时候 这刚好相反呢 发出那些邪恶苦毒损人的话来 我们怎么去解释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首先让我们面对这个问题 并且承认他的确实的存在 那有人教导说啊 你一旦成为基督徒之后 就总会成为一个做正事的人 说正确话的人 但是圣经的教导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自己的经历也不是这样的 现实是这样的 同一张口可以发出完全不同的话来的 有好话也有坏话 雅各怎么样解释他的来源呢 他把这个现象比作不同的果树 和咸淡两种的全员 雅各按时 每一个人里头啊 可能有两种性情 就像人里面有两种全员一样的 有两个灵 旧的 没有更新的性情 那是坏的 腐败的数 耶稣说了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有邪恶果子的地方 就不是从新性情而来的了 好 我们再来看看以弗所书了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当中 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这样一点的 经文说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你注意啊 这里用变坏来形容这个旧人 而基督徒是将旧人脱去穿上新人的了 保罗又用三个不同的词来形容新人 那就是仁义圣洁和有真理 同样啊 在马太福音七章当中啊 耶稣要讲到树的种类和果实的种类 他要用羊和狼的比喻来描述的 好 我们看看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经文说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在整本圣经当中 羊这个字啊 都是用了形容耶稣的门徒的 而狼这个字呢 这是用了形容神的仇敌 是凶恶残暴的 而假先知 披上羊皮 是为了装作信徒 那就是在外表上看起来啊 他们好像是真门徒了 但是他们的里面的本性 却是正好相反的 他们是耶稣基督的天然大敌 他们披上羊皮 目的是要钻进羊群里头去 但是唯一改变不了的 是他们的一股气味 一只牧羊狗 牧羊狗 不会被披上羊皮的狼骗过去的 因为他不只是靠他的眼睛所看见去判断的 而是凭着他的嗅觉去判断的 在以色亚书的五十六章十节经文说了 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 都没有知识 都是哑巴狗 不能叫唤 但知做梦 躺卧贪睡 牧羊狗的责任是什么呢 是在狼来的时候 要叫唤 不开口警告牧者 那么就失去了他的职责了 那这个勘养狗啊 就失职了 今天我们为主工作的人呢 都必须要承担这个职责 不是单凭我们的眼睛去判断 或者凭我们的耳朵去听 而更要在敬畏神当中 有敏感的嗅觉 圣灵的分辨不是比作我们的视觉 听觉 而是比作我们的嗅觉的 当狼来的时候 他看上去 很美啊 特别是那些披着羊皮 那狼啊 又白 又软乎乎的 但是一闻味道 就满是狼的气味了 有鼠林分辨能力的人 可以嗅出来的 牧羊狗的责任就是 在狼来的时候啊 要发出他的肺叫声 那可惜啊 最可悲的就是 很多愚蠢的羊 却认狼而不认牧人 他们糊里糊涂的跟着狼跑 直到被咬了 回来的时候啊 手也断了 脚也薄了 却在那问啊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哦 其实纯粹就是傻的缘故 在马太福音七章 十五到十六节那说了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荆棘上 岂能摘葡萄呢 吉里里 岂能摘无花果呢 要注意了 不要凭他们的恩赐朋友 去检验他们 一个人很可能有许许多多的恩赐 事工做得非常惊人 但却仍然是一个邪恶的人 你知道吗 不要凭恩赐来见的一个人 恩赐本身不能告诉你 这个人的本质是什么 所以不要凭恩赐来 鉴别别人的品性 但是你可以凭他们的果子 鉴别人的性情 那就是他们的生活了 你必须要学会 不要跟着每一个行神迹 骑士的工人 和每一个先知后面的乱跑 因为他们中间呢 有些人是假先知 不是来自神的 而是撒旦所拆开来的 在马太福音的七章 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经文说道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义能吗 注意了 这些人的错误就在于 他们把征得天上的一个席位 建立在行义能上了 有不少行义能的人啊 不少行义能的人 被聚在门外 因为天上的席位 取决于你的名字 是否记载在高阳的生命册上 有圣洁的生活 好了 那就让我们要小心的分辨 任何传道人来的时候 不要只听他们所讲的话 而要嗅嗅他们的灵 不要被他的恩赐所迷惑了 而要观察他的生活 他跟人与神的关系怎么样呢 他讲话算话吗 他夸张撒谎吗 神是没有说他爱撒谎的人的 撒谎的人是不能进天国的 这就包括了撒谎的传道人了 这是非常严肃的事 好 我们再来看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 十六到二十节 那经文这么说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 吉里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这样 凡好树都结好果子 唯独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砍下来 丢在火里 所以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呀 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 我们只要从果子 就可以辨别出树的本质来 不要只看他们的工作 外在的表现 甚至他们工作的能力 恩赐 更重要的还是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言行 好了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理解 雅各书讲到的话 说 同一个口不应该说好又说歹 正如同一个泉源 不能同时流出甜水和咸水呢 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 那只有一个可能性的答案 那就是人里面有两个泉源 一个泉源是流出甜水的 另外一个泉源呢 是流出咸水的 旧性情所产生的是败坏的行为 只有新的性情的表现才是好的 有人就教导说了 当我们重生得救 有了新生命之后 就不可能再犯罪了 他们说一个人呢 是不能同时拥有两个性情的 其实 这种说法并不真实啊 不错 我们的旧人是已经被判死刑了 他的权势已经被剥夺了 但是注意了 他仍然存留在我们里面 借着胜利的能力 我们可以胜过他 但是 如果我们接受他的怂恿 那么我们肯定就会陷在罪恶当中了 以前我们没有自由脱离旧的性情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选择听从他 或者是拒绝他了 但是在我们肉身死亡之前呢 我们都是无法完全脱离他的 这是现实的情况啊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 刚在教会里头 传讲从神来的话语 传讲神的信息 讲了许多属灵的话 但是一回到家里头了 就变了另外一个人了 好 我们继续来读一读 雅各书的第三章 这里讲的是从神来的真智慧 雅各书三章十四节经文说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极度和纷争 就不可自夸 也不可说谎话 抵挡真道 这里的教训 实用于教会和家庭的 如果家庭当中存有极度纷争 苦毒 吵闹 我们很难告诉别人说 哎呀 我们是得着了福音 在圣灵的引导下生活的 这样没有人再要成为基督徒了 其实家庭是最基本的一个单位 如果我们连和谐的家庭生活都没有 那么怎么将福音的好消息传给别人呢 世界已经充满了争吵矛盾了 雅各这里的用词是很强烈的 所以不要夸大真理 不要撒谎嘛 同样的 教会里头的团体生活也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许多教会自称是真教会呀 是属灵的教会 说如果你想要得的祝福的话 就到我们教会来吧 这不是属灵的态度 然后 雅各书的三章15到16节那说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 乃是属地的 属情欲的 属鬼魔的 在何处有极度纷争 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你看啊 经文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神而来的 而是从旧的罪恶的性情来的 它的背后是撒旦 我们可以从它的表现就判断出 它是属于哪一类的智慧了 因为它带来极度纷争 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好 跟着我们来看看属神的智慧 或者说来自圣灵的智慧 它有明显的记号的 雅各书三章17到18节经文说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柔顺 满有怜悯 多结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并且使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所栽种的异果 啊 你看到了 多美啊 头一样提到的就是清洁 是完全的清洁 一个清洁的灵 在道德伦理和真道上 毫无妥协的 这是一个清洁的灵 一个使人和平的人 他可以用和平 栽种出异果来的 好 现在我们转到 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来看看 雅各书三章所讲到的主题 是从上头来的智慧 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所讲的主题呢 是隐藏的智慧 其实所指的是同样的事情 只是两个不同的名称而已 这是一段非常美妙的经文 好 我们就先来看看 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三节 那保罗这么说 弟兄们 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言大志 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我在你们那里 又软弱又惧怕 又甚战惊 保罗并没有用人间的高言大志 去传讲福音呢 他没有凭人的智慧 有人说啊 你可能有非常大的学问 又很有说服力的能力 吸引别人 一些什么言辞 保罗不是用这些 而是忘却他所知道的人为的智慧 故意的把这人的智慧 搁在一边了 并且决定只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唯一通往真正智慧的门 那就是耶稣基督定十字架 那今天有不少的假的宗教 和所谓的神学 都在追寻隐藏的智慧 只可惜他们没有按唯一的途径去寻找 结果只是进入撒旦的智慧和骗局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 第九节那说 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 注意了 我们所信的不是什么教义 而是有位格的耶稣 耶稣说 他就是门 只有从他进去的 才可以得救 这并不是说 我们认识耶稣是救主 这个事实 而是借他进入永生 另外 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第六节那里说 那经文这么记载的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除了耶稣基督 和他钉十字架之外 我们再找不到别的 可以到父神那去的途径了 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章当中 先讲到他就是门 然后又说 他是好牧人 他怎么既是门 又是好牧人呢 道理是非常简单的 但也是非常深奥的 耶稣钉十字架就是门 而耶稣的复活 就是好牧人 如果你想要复活的基督 做你的牧者的话 你就必须先借着 受死的基督 这道门进去 只有靠着基督 钉十字架 而蒙救赎的人 才可以得到基督 做他的牧者 好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以夫所书二章十八节 经文说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 被一个圣灵 所感得已进到父面前 你看到了 耶稣是唯一的道路 圣灵是唯一的灵 引我们到父神面前 圣灵只允许我们 靠着耶稣和他 钉十字架 来到父神的面前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哥林多前书二章四到五节 经文说 我说的话讲得到 不是用智慧为婉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 叫你们的信 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那这里也讲到了 人的软弱 得到圣灵和大能的名证 当我们 由耶稣这道门进入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了 圣灵超自然的见证 以真神为中心的宗教 总是领受神认同的 超自然的见证 因为神 应许超自然的 印证的真理呀 圣经历史上 都有这方面的 指明和印证的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